Hello,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 欢迎白鹿,这次来参加《卫国之夜》心情如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非常的激动吧,也非常的荣幸 今天因为大家的这个礼服品上热搜啊,我们先带路前专榜间的这一套,有什么小巧思在上面? 这一套就是一会儿那场上台的时候穿的,就比较宅一点吧,因为刚刚那条裙子,走红毯那条裙子,确实我整个人是被塞进车里面的 然后整个人就像一个大蛋糕一样,但是挺好看的,我觉得两套不同的风格吧 明白,然后目前在忙哪些工作,有没有一些可以跟大家透露的? 目前就是前几天刚刚杀青,然后杀青之后就飞三亚去进行了年安如梦的剧宗录制,录制了三天,昨天晚上到的 然后微博之夜结束之后,明天飞去路跑南,对后面就是禁足了,休息一段时间再禁足 你们就是形成这么复杂的话,一般会怎么去调节自己呢? 调节不了 没事,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我可能很累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点一杯甜一点的饮料 比如说奶茶,比如说柠檬茶这种,让自己心情开心一点,或者吃一块小蛋糕 白鹿警察荣誉 对,去年其实这个剧就是给很多观众留下什么印象的,因为白鹿在里面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事情不一样 然后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你饰演过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 算了,因为那个角色他其实是会比较压抑一些 他跟他妈妈的很多,包括他妈妈其实有一点点的公主病,他妈妈非常非常依赖他 然后在拍出所里面,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例外去对待,把他当成一个温室的花朵 所以他的心理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人,夏捷 他是一个很沉的一个女孩,加上他爸爸之前是烈士 所以就是挺复杂的,我演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要脱离我本人去进入夏捷这个角色 也挺难的,这个灯,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所以就是我们听下来,就是之前演的角色哪一个会跟自己比较相像 其实像的肯定是现代戏了,就是半世蜜糖半世伤啊这种,包括刚刚杀青的以爱为赢 这种现代戏的角色,比较生活化的角色会比较像一些 自己目前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角色? 我还好耶,其实我主要是看剧本,啊,有有有有 我有说想要再演一个跟招摇差不多的那种人设的,比较洒的,就很厉害的那种 动动手指头就敌人就消失那种 算是大女主女强人那种吗? 对,女强 明白,我们可以聊一下代播作品,就是尼亚如梦作章在提到《疑爱为赢》嘛 这两个角色当初吸引到你的点击什么? 那尼亚如梦,首先我是知道这个原著,昆宁,然后也非常非常的炙手可热吧 然后有很多很多原著粉,然后找我了以后我就把原著看了一遍 我是觉得,因为焦雪宁是一个算开了个天眼的人 她有相同的命运,但是她是不同的人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种反差还是蛮吸引我的 因为她是从头到尾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她再来了一次嘛,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她想不让某些事情发生 包括她跟很多人之间的那种纠葛啊,三个男生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吧 我觉得挺精彩的,我觉得演好江雪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所以我就接了,然后《疑爱为赢》是原著是错撩 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连拍了两部古装觉得好累 然后就想拍一部现代戏,稍微缓解一下心情 明白,会觉得就是古装和现代自己这种偏向哪个吗? 我没有偏向其实,我还是偏向剧本 就看这个故事你到底有多吸引我 第二个 就刚才有提到的 白鹿加入奔跑吧,大家庭一周年了 嗯,其实是之前上过的一个热搜 然后我们就是想,因为CG刚刚关宣也提到马上要录了嘛 这场节目对你来说是一场怎样的存在 我觉得我挺感恩的 嗯,因为其实原来啊,我一直有一个梦 也不是梦想吧,就是一个心愿 可能是,就是想去当跑男常住 然后就实现了,就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当初是粉丝 对,对,对,很爱看 而且就是我是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一类的综艺 然后去了以后,果然大家都对我非常好 然后觉得跟跑男还挺契合的 嗯,主要是很感谢跑男的一点 是我后来发现真的很多人 因为看跑男,因为跑男认识我 像我在小区里面拍戏 大家喊我都不是喊的白鹿 就能听到楼顶就五六楼就很大声 白孟严 就是现在我的真名,我感觉已经快比白鹿这个一名要火了 一名没有 对 这个还是挺感谢跑男的 嗯,希望这一集可以跟他们碰撞出新的火花 然后更开心一点 那我比较好奇,比如说明天都要录跑男了 我们会提前去做哪些准备吗 因为这个节目感觉消耗特别大 还好耶,实际上还好 像我前两天录完那个年安如梦的剧宗 我就会说天哪,跑男都没有这么累 因为他其实一天里面只有一个项目可能是需要一些运动量的 就大部分的时间大家还是在可能传递一些正能量啊 讲解这个地方啊的背景啊文化啊 对开开心心的那种 提到了年安如梦的剧宗 最近也是频繁就是上一些热搜吧 嗯,然后我们也很好奇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他什么类型都有,还带我去了密室啊 我,就是,我觉得应该 我反正是我觉得啊,比我想象的要好,好很多 因为我觉得我在那帮人里面,我们演员都很熟嘛 可能我是那个要带动戏份的人 但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其实都挺,挺适应这种综艺的环境的 就都很活跃,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所以参加这个剧宗和之前参加的一些综艺有什么心情不一样的地方 嗯,我觉得是一种情怀 就是剧组生活大家一起过了四个多月嘛 就是感觉每个人身上你看到他 你又能想起他角色的影子 然后就是也有的时候会在一起回忆 所以当时在剧组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场戏怎么拍的呀 包括昨天导演也来了,录剧组的时候 就大家一起在那聊天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 但好像有感觉在昨天一样 嗯,谢谢 白鹿眼我早起 我有发现好像经常会有一些表情包和一些工作室拍的照片 结果就被大家拿来做一些出圈的表情包了 当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内心多艾丝之前 我是比较容易困 但是我其实困了一段时间就还好 但是我这个人,我可以早起,但是我不能熬夜 嗯,就到一两点我可能身体就透支了 就可能就不太行 但是你想如果你五六点让我起来,我可能困 但我还是有精神的 你是那种闹鱼一想就会 对,立马弹起来的人,我起床很快 这算是一种天赋呢 我觉得是吧,但我真熬不了夜 真熬不了夜 明白,所以特别累的时候会怎么放松自己 特别累就累着呗 啊,我是每次洗完澡,我就醒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是不是 就是洗完澡更精神了 对,本来就好困好困 然后说,我天哪,我洗完澡马上就要睡了 一洗完澡,嗯,就好 对,然后就会想再去蘸点什么 嗯 那这种一般会怎么催自己马上入睡 看缘分吧,睡眠也是要缘分的 明白,所以刚才听下来就是等于那种一两点是自己的一个呆得烂 极限了,我觉得 嗯,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比较女明星专属的话题 就怎么在这种养生啊,然后保持身材啊,和这个工作熬夜之间平衡 还有美食 这个我真的做的不太好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是一个不太养生的人 就是我也爱喝冰饮料 像马上天热了 我在三亚前两天录综艺的时候 就真的是不喝冰的不行 然后,就是平时也不运动 我的粉丝都知道,所以我的热会比较,相对比较松一些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就我活着开心就好了 嗯,当然一定是要做一定的塑形,毕竟你要上进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为了说保持身材不吃啊 就是这样会心情很不好 我就是属于那种你不让我吃肉 我真的心情会很差的那种 对,所以就尽量不要在晚饭之后吃那个米饭 就主食晚上我觉得是可以不吃的 然后把想吃的在早上和午饭吃掉 嗯,比如说今天微博之夜 没吃 但我们没有提供饭 是是是,知道知道知道 这是自主不吃的啊,这不怪任何人 是因为要穿衣服什么的 对啊,多累啊 明白明白 然后我们可以撕那个,第四个开 谢谢,白鹿开年Vlog 开车 哦,开车啊,对不起 你是不是想自动忘记自己开学车的画面 还好啊,我真的车技很好 也不是说很好吧 就是,其实我拿驾照很早了 18岁,你想想都十年了 其实中间我开了一页 嗯,拍戏不算的话 都十次都没有 就自己开车 嗯,但是我开车是属于那种又快又稳的 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个 呃,就是对老司机在旁边 就可能就盯着脸帮忙看着一点 自己 其实也就是过过瘾了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真的去开车啊,去哪玩啊什么的 哎,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开车去哪 自驾游啊 我,我就看到大家都在,比如说三亚啊,比如说大理啊 这些城市就自己租一辆车 在那个路上开,我觉得好爽 就自己一个人吗? 嗯,朋友,当然得有朋友嘛 有看到粉丝之前在催中你的vlog吗? 有 对此想对粉丝们入荣门说下去 嗯,因为现在的节奏比之前要快很多 工作节奏也好 包括休息的时间也很少 像之前可能会相对而言充裕一些的时候 会自己哎,动不动就拿了个手机录 而且也比较有意思 说实话现在有一些太忙了 哦,我也怕剪出来的东西就大家可能觉得 哎,跟以前比怎么好像也没意思了一点 所以发出这东西一定要是最近的 嗯,所以再耐心等一下,谢谢 如果今天立一个可能小时间点的小flag 所以是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 这个东西立了就能有 但是质量不保证 所以还是就是保质保亮 对 好,我们可以撕最后一个 谢谢 白露紫色女团风舞台造型 嗯,然后提到造型嘛 嗯,目前会有特别想尝试的什么风格呀 发型啊什么的 嗯,想尝试的风格 就我还是比较喜欢港风吧 可能我自己那种大波浪 嗯,是吧 今天这个 是是是是,对 这种就是我可能个人比较喜欢 或者是那种西装 但是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一般了 嗯 是之前穿过大家返回一般的什么 哦,那次反馈还好吧 那为什么刚才会突然 就是可能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类型 嗯,分场合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尝试 会觉得你其实是不是 嗯,内心里有一点像 就是很下 然后很内心 对,我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 嗯,像平时我穿一封的 也是那种卫衣呀 小西装嘛那种 我是舒服为主的 对 但是就是 对,每一个活动都有每一个活动的风格嘛 我觉得尝试不同风格挺好的 明白,然后回到舞台 这种是当时因为发了新歌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歌 对对对 所以今年会有什么发歌计划 今年就是尼亚如墨有一首ost 然后 嗯 本来其实每年生日都会发一首歌 但是今年因为可以跟大家见面了吧 所以还是希望如果有这个福利的话 希望是能跟大家在线下见一见 就有一个见面会之类的 这个是已经在筹罢中的吗 在想 嗯,因为9月份事情也会比较多一些 嗯,希望可以办成 明白 就是刚刚有提到尼亚如墨ost嘛 然后不知道就是身为角色 就是身为当演过这个角色的人 再去唱这种ost 这个心情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会 因为它是按照你的人物去写的嘛 就是我唱的是我的人物主题去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然后唱的时候还 嗯 我还蛮喜欢的那首歌 嗯,自己有很感动什么 啊,但也不会那么感动啦 这个得到时候就真的是配上剧里面的画面 就大家去看 明白 嗯 属于这个到时候那个剧中 会不会是你的歌声一起 然后就是什么B 啊,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不至于 我的,我的水平就是就在这儿了 就是大家就听一听 然后我们热搜环节就是全部撕完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给你准备了 今晚如果有一个关于白鹿的热搜话题 上热搜的话你会 哦,写哈 对,希望是 嗯 会不会不太好 反正老师回来回来自己都笑了 就这个吧 白鹿演我加班 就是今天的某个状态可能 对,其实是因为 呃,从沙青那天起 就是第二天是 我是凌晨三点飞的三亚 哦,就是没睡觉 然后到了三亚之后 就是差不多四十个小时没睡觉 到今天就前面连路三天啊 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快透支了 哦,就是可能会有一点一点一些比较困的状态出来 但是我会尽力,不是尽力,我会尽量保持我的热情 然后很兴奋的参加完这个微博之夜 明白,那欢迎,也是最后欢迎白鹿来到微博之夜 期待一会儿在内场的表现 还是非常开心的 谢谢微博之夜